身穿长袖上衣配长裤脚踩拖鞋 这一身装扮都没变 借钱哥又出没在高雄各大医院 手里一样拿着收据 像正在后诊的病患要钱 逢人就问一个都没放过 这就问完了又换那区 一楼问完了就爬到二楼继续问 大部分的民众都像是这样 招招手不太爱搭理他 但也有人发挥同情心 真的掏出口袋钞票 有问有机会这名借钱哥是医院常客 两年前就曾出现过 今年三月又有民众遇到 七月份又来了 出没在高雄市区的各大医院 成了院方眼中的头痛人物 警方保全都只能口头驱离 男子以博取同情心的方式装可怜 说自己挨没或是没钱缴住院费 不然就是没钱坐车回家 各种理由目的都是为了要钱 男子当时拿着住院单到医院的后诊区 四处找人要钱 但是直到警方到场才发现 他的住院单疑似是捡来的 我们自己有保钱 保钱就来驱赶了 出现在各大医院的公共场合 男子每次借钱都讲不同理由 有实施诈述的嫌疑 还是可能涉及诈欺罪 北车借钱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东森新闻吴建议林嘉义在高雄的采访报道